大家好,今天去纽约皇后区一家修道院 这里住的是退了修的年纪大的女修女 到了右手边这栋建筑 扫一个街道的名字 这些建筑修建于1941年最早的时候是神学院 网上的资料也很少 大概就是说这里是仁慈修女会给纽约 这些退了修的年长的修女提供的养老的场所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中国有的地方也称修女为嬷嬷 绿色草坪上处着很多神像 这个神像左手绑子断了 今天是2021年4月中旬天气阴转多云 门口严重声明 私人场所禁止闲闸冷冷进入 天气二冷二冷 隔着铁栏杆我没有看到一个老年嬷嬷 网上说当修女需要发三个月即神评贞疾服从 我们熟人理解为绝才绝色决意 但修女可以吃肉喝酒 远处有一张悬赏通告居然用中文写着 凶杀案悬赏一万两千美元 但一是2013年5月份这位华人妇女被发现在一辆日产汽车的后备箱里 这桩公案已经有八年之久了 在现代社会不管是你当修女还是出家当尼姑 都不是说你想去就去的 都是要经过学习经过考核才能够正式上岗的 修女需领袭五年以上才可提出申请 并需加入你修会在修学院修到至少六年 转到另外一个大门入口好大一棵松柏 小房子上面也警告大家这里有中央监控系统 非常的严格 另外要正式成为修女 需经过事发出院副院终生院等过程 表示自己对天主的献身 在事发终生院后便终生不能结婚 修到院门口停了一辆家常型的林肯 加油的门都坏了 这辆家常车肯定停在这里很久了 上面还有一张罚单 这个养老修到院周围的环境也不错 感觉是中产阶级社区 拍一点周围街景 老话说72行行行出状元 把自己的行业坚持到自己最后一口气 那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那也是非常的了不起 欢迎订阅一路 对我们下周围的组定